俗话说盖棺论定 没想到这位在经济圈争议最大的总理 刚刚下位半年 就到了需要论定的阶段 李克强 其父是中共低级官僚 曾在安徽地方法院长期工作 李克强本人下过箱 1978年正正经经的考入北大法律系 在校期间李克强担任北大团委书记 毕业后进入团中央 作为当时为数极少的年轻干部快速晋升 1998年离开团中央 赴河南担任省长 02年升书记 04年转任辽宁省委书记 一直任到08年 李克强因此完全没有基层政府的锻炼经历 严重缺乏实务经验 08年到2013年任第一副总理 此后升为总理 至今年初退位 在他主政地方期间 河南和辽宁的经济民生事业都乏善可陈 并无值得讲述的政绩 反而是当时的东北各级官员 大肆侵吞振兴东北的财政资金 然后去海南疯狂买房 这种恶劣的集体贪腐行为持续至今 没有被清算 在他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后 参与推动了当年的4万亿计划 并主持放开了对于地方政府借债的严厉限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从此开始爆发 他担任总理后 放开原本应该严厉监管的金融行业 鼓励网络借贷这些所谓创新活动 造成了P2P暴雷风暴 至于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锅 2016年地产区库存 这口锅到底由谁直接背的争议很大 但是作为当时主管经济 并且尚未被架空的总理 李克强也是难辞其咎 李克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民生上 可以说没有半点建树 国务院犯下的大错 车在斗梁 这就给了中共中央以绝佳的借口 建立各种小组 逐步剥夺了国务院的决策权 将国务院一步步弱化成了纯执行机构 克强同志不得安息 这么说吧 中共近30年来的政治派系不少 被弄死了的博派 自然消亡的天津帮和山西帮 显赫一时的上海流 以及现在在台上风光着的福建系 等等等等 在所有这些派系中 能力最差又喜欢乱作为 以至于大错无数 根本不可挽回的唯一派系 就是团派 团派全都没有实物经验 又擅长夸夸其谈 还敢于胡乱决策 我们对高校学生会干部的刻板负面印象 恰恰就是团派官员的普遍真实形象 他们这些种种弊端的极大成者 就是克强同志 前面那条已经详细评价了克强同志 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比如说 团派在大学着重培养小粉红 鼓励学生举报老师 这些事也都没过去多久 好吧 为什么大家都忘记了呢 就因为现在在台上的开道车 所以连团派这坨屎都要说香 中国人一直就这么没脑子的吗 还能更愚昧一点吗 看一个政治人物 不能看他说了什么 而要看他做了什么 昨天我已经说过了 克强从08年担任第一副总理 13年担任总理 到2023年3月卸任 前后长达15年时间 乃是中国主则经济最长时间的领导 在此期间 他所干的事情 昨天我已经简单列举了一下 一 放开对地方债的严厉管控 导致地方债务风暴 二 放开对金融的严厉管控 催生出P2P这样的恶魔 三 推动万众创业 大学生创业 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但是还是有人跳出来杠 说克强同志表了很多次态 意图放开对民企的管制 尊重市场 上面他也不是放开了 对地方债和金融的管控吗 可见克强同志还是很爱民企民生的 呵呵 放开对地方债和金融的管控 无非是有利可图 权力的寻租空间因此暴增而已 放开对民企的管控 克强同志一点实际的动作都没有 有些杠精举例说 工商登记之类的行政审批程序的时间 在克强同志主政期间加快了 我真是呵呵了 审批加快只不过是因为信息化系统 在行政系统的广泛运用的结果 审批效率因此有所提升而已 克强同志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真正举措有两个 第一他把所有的刑事审查统统提升为实质审查 以前绝大部分的行政审批只需要做刑事审查 也就是只查材料的其背性 不查材料的真实性 事实上这也是全球行政审批的普遍趋势 而克强同志这样的北大法学院高材生偏要与全球背道而驰 强迫行政机关进行实质审查的结果 就是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案例越来越多 老百姓办理各种审批的难度越来越难 越来越依赖各种官方证明 第二 克强同志主持搞出了金税三期和三期 将一个简单的网络报税系统变成了对企业经营无孔不入的监控系统 海外的华裔根本不理解这玩意的可怕之处 他们甚至还把这玩意当成是克强同志的功绩 说它节省了企业的报税难度 善莫大焉 注意 上面这两件事的专业性太强 不是连手机打字都不会的大boss可以理解的范畴 这都是克强博士才能理解并推行的事物 整体来说克强同志酷爱折腾 根本就不是所谓不作为行的领导 在金融领域他埋了无数雷 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他把民生民企管到了死处 而这样的人仅仅因为说过几句漂亮话 却居然在遍地反贼的X推上 收获了无数的眼泪和跪舔 可见X推上的弱智比例比国内高多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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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上的政治分工 是中央管人士党务国务院管经济民生 两条线的界限非常清晰 自上而下 等线不可以越界 这条界限被完全打破 始于2018年3月 中央将财经小组这一协调性的临时机构 升级为正式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升级之前 中央财经小组不是常设机构 也不在日常工作审批链里 财经小组的季度会议 都是误虚会 讨论方向性和口号性问题 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也不具备对相关执行部门的考核权 升级之后 成为了常设机构 经济相关工作在国务院层面完成审批之后 还必须进入财经委员的审批链条 进行终审 国务院因此沦为了纯粹的执行机构 在这之后的财经委员会的日常例会 就完全取代了国务院 开始讨论实际事务 并拥有了对执行部门的考核权 而国务院之所以在2018年3月 也就是18大之后丢失最重要的经济管理权 其原因有很多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13到2018年 克强同志的第一任总理任期期间 国务院的整体表现简直不堪入目 2013年因为打击银行表外业务又发钱荒 2015年在股市人造牛市引发股灾 紧接着的就是地产区库存和环保一刀切 中间还有庆祝难输的P2P爆雷风暴 以及越来越失控的地方债务危机 这所有问题 主则经济的总理当然是难辞其咎 根本就不用网上甩锅 甩锅没意义 在18大的时候 换总理简直是全民共识 只不过是18大突然冒出的修宪事件 以及随后爆发的中美贸易战 再之后中国在政治上全面倒退 向1980年代之前回归 这才转移了大家对于总理的愤怒 以至于到今时今日 居然还冒出来一批人 跪舔大错不断小错无数的克强同志 所以说 中国人的认知水平 对得起中国人应该承受的苦难 这句话是绝对不会错的 我以前看看X推上的离岸反贼们 讲中国政治 只觉得搞笑 一个个的连政府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什么机关必须留在政府大院 什么单位可以出去自立门户 这种最基础的规则都不懂 却硬要装出精通政治前规则的模样 绘声绘色的讲述 听传回来的顶层八卦 透露出的 无非愚蠢而已 这几天离岸反贼们赫然觉得自己 可以凭借克强之死 翻起点什么浪花 于是大肆悼念这位政绩烂的媒编 错误多到没就的前二把手 把它塑造成中共党内仅存的良心形象 他们天真的相信 这可以给中共带来麻烦 鼓动老百姓再上一次天安门 成就他们离岸反共的伪业 对于这种一厢情愿 我特么真是觉得 智商都受到了侮辱 中共在克强之死的问题上 一点慌张的情绪都没有 按部就班的发死讯 筹备各种仪式 相关布告也写得滴水不漏 克强的遗体回京 交警全程封路 重要路口全是武警正装职守 部署可称周密 并且坦然任由抖音拍摄 这样严谨周全的布置之下 有什么可趁之机 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层面 团派朽烂不堪的形象 早就深入人心 那就是一堆垃圾啊 团派领袖死了 死了就死了呗 有什么大不了 甚至朋友圈都不值得发两条 而离岸反贼们一淫中国的老百姓会将克强之死认定为被害并愤而发作 为他讨个公道啥的 那就更是脱离中国现实十万八千里了 在中国当代老百姓的心目中 退休的领导不如狗 更何况是团派这摊烂泥的老大 怎么死的都对政局毫无影响 谈什么讨公道就更扯淡了 根本联想都没想过 不在大脑的思考区域范围之内 反倒是离岸反贼们拿着一坨烂泥当宝 把克强同志稀烂的政绩履历 描述得光彩夺目 这就令人尴尬了 二号人物都如此高大上 你们还反个毛线啊反 你们赶紧弃案投名吧你们 克强这是先放下 该说的都说完了 经此一事 离岸反贼群体算是跟我翻了脸 不过我在大陆也从不加入任何群体 老蛮我自己的人生履历也算靓丽 一贯看不上这种拉帮结派的犯 说回这几天中国经济圈的关注点 都在赌这一次外交部长赴美 以及接下来的中美首脑会晤 可以让中美关系升温 在这种一厢情愿之下 中国股市居然还小涨了两天 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事 当然了 就美国人那边来说 包括众议院刚选出的新议长 都把遏制中国当成名牌打 美国现在所有政治人物 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骂几句中国 就跟谈论天气一样 是打开话题的重要开场白 因此中美现在的所谓重建沟通渠道 其意义也仅限于建立了沟通渠道本身 也就是 就算双方相互扔原子弹了 也得有一条沟通渠道 就这么个意思罢了 这就是我的看法 中美关系 无论有沟通还是没沟通 只能是一步步的恶化和冷漠下去 就算中国政府认怂都挽回不了 一个时代过去了 就不会再回来了 到现在这一刻 还有离岸反贼跟我杠 说克强同志从2013年 刚刚就任总理的第一天 就被架空了 所以国务院系统 在2013到2018年犯下的 那些无可挽回的一连串大错 都跟克强同志无关 这特么真是太扯淡了 2013年老大老二同时上任 一个有红二代和敏哲派的支持 一个有团派和预聊派的支持 两边的政治资源等同 总书记和总理本身就是 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 大的分工非常明确 小的模糊之处 全靠各自的权力手腕 和管理能力去争强 就跟地方上的书记和市长一样 有时候连招商引资项目的功劳 都会强 谁能力强 谁就更强势一点 谈不上谁架空谁 在克强同志的第一任总理任期 就说他从第一天开始就被架空 纯属胡说八道 大boss当时也只不过是初登大位 想要打压整个团派和预聊派的势力 根本就做不到 在游戏规则上不具备这种可能性 必须要国务院体系 在接下来的这五年里不停地犯错 一会钱荒一会股灾 P2P爆雷造成无数人间惨剧 在经济上根本处理不了 经济问题不得不动用政治手段解决 相关领域的权力 才不断地被党中央抢走 最终在2018年初 中央财经小组升级为委员会 彻底架空国务院 才完成这整个过程 X上的这帮离岸反贼 一天天的听床都听成神经病了 对中国真正的政治游戏规则 从来都是一无所知 对这帮蠢货 我真的是觉得 大家赶紧相互拉黑吧 别再跑过来恶心我了 谢谢了